这是一期正儿八经的僵尸的对比视频 我们来看看PVZBT版和PVZ2中的僵尸有什么区别 首先是我们的炮灰组合 普通僵尸 旗帜僵尸 路障僵尸和铁桶僵尸 不管是在什么版本中 它们都是炮灰 在PVZ2中 每个世界都有不同的造型 当然 也就是不同造型的炮灰而已 报纸僵尸 PVZ2 手中的报纸可以抵挡来自正面的伤害 其他方向的伤害会攻击到它本身 PVZ2 报纸作为防具 能保护僵尸 报纸的抗击能力很高 报纸被击毁后 僵尸会进入狂暴状态 周刊僵尸 PVZ2 和报纸僵尸一样 报纸被打碎会进入狂暴状态 PVZ2 加强版的报纸僵尸 矿工僵尸 DT版 出场时进入钻地状态 以600%的基础移动速度移动 到达底线并钻出 从后方攻击植物的防线 PVZ2 行走至左起第八格开始挖地道 挖到底后会立刻出土 顶飞第一格的植物 而BT版中的矿工僵尸则不会顶飞植物 火龙小鬼 BT版 低空飞行 并且会喷射火焰造成火焰元素伤害 具有火焰抗性 但是不能免疫火焰属性伤害 PVZ2 由焦王博士召唤出场 不能飞行 但是会免疫火焰属性植物的伤害 橄榄球僵尸 BT版 它的移动速度很快 防具生命值很高 总是在前面冲锋陷阵 PVZ2 在PVZ2中 它叫做全明星僵尸 进场时速度极快 冲撞秒杀碰到的第一株植物后 恢复正常速度 能将面前的粉丝小鬼僵尸 踢至本行后排 法老僵尸 BT版 在这里叫做法老王僵尸 BT版中为数不多的辅助僵尸 PVZ2 带着石棺出场 石棺破碎后才能看到本体 气球僵尸 BT版 属于飞行僵尸 可以飞越障碍物 球会因为穿刺伤害而被击破 气球被击破后掉到地面 变为正常状态 PVZ2 气球会带着僵尸越过障碍 以及地面防御物 会被各种地面植物正常攻击 小僵尸们还知道哪些BT版和PVZ2都有的僵尸吗